基本上它如果实现到了 比较会的都是短线的部分 直接介绍引擎盖内各种配备 贝比对于车子零件装备非常熟悉 自己除了有燃油车之外 也会开电动车代步 减少引擎启动快速 电动车性能也有一套 同时拥有燃油跟电动车 贝比在维修上 两者车款也有限度差异 电动车它虽然维修的东西比较贵 可是它的零件比较简单 然后再来就是大小电池 然后再来就是底盘一些箭 然后冷气的一些箭 就这样子而已 那它现在目前是已经过保 过保的情形下 它的大电池坏掉了 目前原厂是跟我报价是108万 对所以维修起来的话 大概就已经是它目前的残值了 对对 最近David电动车即将更换电池 回原厂巡混 更换就要破百万元 加上现阶段外厂技术尚未成熟 让电动车维修受到关注 David表示电动车在台湾 已经有一段时间 过了八年保固之后 车主会面临到的挑战可不少 你要修的话 你也是只能回原厂修 所以它没有什么比较的基础 你回原厂大部分价格 都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电动车 它是装了一个很大的电池 所以它车大部分都超过两吨 都比较重 那重的车 它对底盘的承载 就是磨损就会比较大 所以它一些底盘周遭的零件 它的磨损的速度 也比一般油车来得快 电动车维修比燃油车贵 专家分析四大原因 一是不回原厂修不了 很多零件技术 外厂仍旧不熟悉 原厂价位自然就高 二四零主件比较贵 维修难度也高 第三是维修技师门槛提高 相较于传统燃油车 电动车维修技术更多元 第四是维修时间拉长 电动车组装复杂 技师得多花50%的时间 找出车况问题 我觉得电动车的维修 这一块的话 未来可能五年到八年之间 都还是会很高的 那主要也是因为量的 数量的问题 那数量多的东西 那基本上 我们在定那些材料的时候 它价格自然会有下降 那台湾尤其是台湾 台湾的外厂其实很厉害 那外厂跟原厂的价格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说 我们去原厂保养 跟外厂保养的那个价格 就已经有价差了 电动车在国外技术较成熟 在国内虽然有所进步 但比起燃油车 相关维修技术 还要更多时间加强 保险公司调查数据显示 电动车的平均碰撞维修成本 约是修理所有汽车 平均成本的1.5倍 电动车驾驶每个月的保险费 平均下来是燃油车车主的1.43倍 整理花费以现金来来看 的确是高于销售已久的燃油车款 虽然电动车维修比较贵 但专家也点出 当新技术规模越来越大 成本就逐步降低 知名电动车的维修成本 在过去10年来已经减少一半 现阶段虽然比较贵 但随着推行销售时间久 维修成本有望持续下修 电子元件的部分 比如说像一些镜头 比如说像一些电子元件面板 什么的 然后再让它的电动车 都会主打科技 萤幕都是那种触控的 萤幕会漏过那个萤幕的那个翼 然后你要换就是换整个 你没办法只换面板 你不像说 人家手机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 以前也是换一整个 现在开始可以换面板了 会渐渐比较便宜 如果电动车到后期发展到一个程度 它数量够多的话 它维修成本才会下降 电动车程选车趋势 维修费用水涨船高 但随着技术层面改良 高高在上的维修天平 逐线出现微妙变化 TVS新闻立华来明 台北参谋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